第四课 不要太着急赚钱 课文一 小林和小李聊小李的工作 听说你又换工作了 今年已经换了三次工作了吧 别提了 我以为新工作比以前的好 没想到还没有以前好呢 上次那份工作 你只做了两个月就离开了 其实完全适应一个新的工作 需要一年时间 所以经常换工作不一定好 我也明白 但是那份工作的收入太少了 你才到新公司 不要太急着赚钱 多学习才是最重要的 好 我一定会努力 把现在这份工作做好 那份调查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做完 按原来的计划 应该是两周 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完成 周末保证做完 虽然最近工作很忙 但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啊 谢谢您 现在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做 真不知道该先做哪个好 每天早上 我都把当天计划 要做的事情写在笔记本上 提醒自己安排好时间 你也可以试试这样做 这个办法真不错 这样我就不会手忙脚乱了 课文3 王经理和马经理在说工作 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我们和上次那个公司的生意 终于谈成了 太好了 你工作那么努力 公司会越来越好的 我原来以为做生意很简单 后来才发现 其实并不容易 现在赚钱越来越多 慢慢来 万事开头难 重要的是要多积累经验 我相信 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 公司的生意会越做越大 一切都会好的 我们今年的工作都已经按照计划完成了 这一段时间 尽管工作很紧张 中间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是因为有大家的努力 我们成功地解决了问题 顺利地完成了工作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另外 马经理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因为大家按时完成了工作 公司决定 这个月给每人多发三千元奖金 感谢大家这三个多月的努力工作 希望明年能有更大的成绩 生词 按照 成功 顺利 感谢 消息 按时 奖金 课文五 年轻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不要太急着赚钱 不要眼睛里只有工资和奖金 在工作的前几年 重要的是丰富自己的工作经验 学习与同事交流的方法 积累专业知识 这些比收入重要多了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 甚至是非常不喜欢的工作 这时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对工作的责任心 一个人即使能力再高 经验再丰富 如果对工作没有责任心 也很难把工作做好 生词 工资 方法 知识 不得不 甚至 责任 互相扶 们 工资 不得不 实施 保仁 保仁 工资 Arch 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